第39題如右圖 三個杯子的底面積相同 重量也相同 當杯子裡加入等高的水時 桌子所受的壓力大小依序為何 我們要注意 他這題問的是桌子所受的壓力 不是杯底所承受的抑壓 如果是杯底所承受的抑壓 我們可以用公式 P等於HD來算 但是他問的是桌子所受的壓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公式P等於F除以A來算 那麼因為三個杯子的底面積都一樣 所以A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用管他 我們只要看誰的F大 那麼這個F就是我們的正向力 在這一題就是重量 也就是我們的杯子的重量 加上水的重量 那杯子又一樣重 所以我們杯子重量也不用管他 我們只要管水的水比較重就可以了 那麼從我們的底面積是一樣的 可是形狀不一樣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B是最重的 然後再來是A 然後再來是C 所以 我們的壓力大小也是 B呢 會大於A大於C 所以第39題問我們說 當杯子裡裝入等高的水時 桌子手受壓力大小依序為何 我們的答案呢 選擇的是C B大於A大於C 因為呢 他的水重是B大於A大於C 根據P的F除以A 我們知道B的壓力最大 C的壓力最小 就算是B大於C 在B大於C B大於C B大於C